韋北克省他們搞獨立 不過他們投票都沒有過 他是不是可以給中國做一個模範 外交收兵是不是會跟國防預算 導致國防預算下降 還是國防預算仍然上升 或者是國防預算是下降的 但是不管外交是不是收兵 這樣是不是可以比較讓人民放心 謝謝 好的謝謝謝先生你的問題 繼續請江蘇的張先生參與討論 張先生您好 請講 江蘇的張先生 好的 張先生也不在線上了 不過剛才謝先生有一個問題很有意思 我想請教吴何一不是 他提到外交收兵跟國防預算之間的關聯 當然我們知道馬英九總統 他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 他上任之後 國防預算會維持在GTB的3% 不過現在大家也很擔心 說外交既然修兵了 兩邊可能一邊可能希望能夠撤飛彈 一方面也希望這邊的國防預算下降 或者說台灣停止向美國購買一些軍事武器 您認為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一些自我防御的安全呢 我想這件事情把它分開來談 當然您這個一個善意的釋出 盡量的把這個兩岸的緊張關係降低 但您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防御的力量 我們沒有攻擊力量 但是有防御量 所以國防預算在這方面可以審慎的選擇防御性的武器 作為防御性的 所以你這個最後一個國家沒有國防 那就根本談不上是國家了 所以馬英九在這方面會很審慎的選擇一些防御性的武器了 來防御我們中華民國 我認為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要講回來就是說 如果兩方善意的繼續下去 馬英九特別強調說 在簽訂和和平協議之前 我希望中國大陸拆除飛彈 其實大陸也在審慎考慮怎麼拆除 也在想這些問題了 我為什麼要把一千多美飛彈一直對著台灣 對著中華民國 那麼如果說要簽和平協議 我相信這個也許第一任不一定做到 但這個往前勢必慢慢走上前方 如果有一天簽上了和平協議了 那這個雙方就不要盡量發展經濟 盡量的共融共利 那這個是中華民族對中華民族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期望大陸要 我同意這個丁教授是講的 這兩三年是黃金時代 那麼當然球不是只在大陸 球在兩邊都是有發球權 所以在這個往下走下去 能夠說在兩岸能夠修兵 飛彈能夠拆除 那麼這個和平協定能簽訂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你說兩邊海灣海下兩邊老百姓都非常高興 我非常感動一點 我講3月22號我特別回答大陸的同胞們 他說這一夜我們都是台灣人 為什麼呢 就大陸覺得我對台灣的二次政黨人體 也有非常與有榮焉欣喜的感覺 所以並不是說一定要把台灣要把大陸 把這希望記錄都記錄在大陸上 其實大陸老百姓 大陸也可以把希望寄託在台灣這個民主發展上面 所以這雙方可以互相 將來大陸成為一個更開放的 更好的一個公益社會 就像這次奧運全國的這個表現各方面 那麼各方面的資訊都更能開放一個更好的更公益的社會的話 那這個對於海峽兩岸的穩定更有促成性 更能夠促進 那麼尤其這個大陸的能夠來台觀光 將來奧運後以後 大家更多人到台灣觀光 雙方的同胞老百姓感情更促進的話 那我講的就是我非常同意劉先生大陸 就是說你講中華民國主權的話 大陸沒有反感 因為都在中華民族這個下頭 所以各自主權其實是很對的 大家要讓大家感同身受 不是說大陸台灣而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大家都覺得還是同在這個中華民族的大旗幟下 所以我對海峽兩岸的這個是相當審慎 但是也非常堅定的樂觀的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督促雙方政府都朝這個方向走 吳和宜博士 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馬英九的這個外交修兵 當然您剛剛提到了就是拆除飛彈 包括了和平協定的 這是馬英九的要求 對 這可能還在時程上會比較遠一點 不過目前我們看現在 可快可慢 可快可慢 要看他談判的一個進度 對 互相善意的一個程度 不過目前我們看到外交修兵提出來之後 第一個衝擊 您在華盛頓 是 駐外管處其實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包括一些很有戰鬥力 年輕的外交官在第一線上的 根據一些說法 他們是感到錯愕跟沮喪 如果這些第一線年輕的外交官 他們感到不知為何而戰的時候 是不是對台灣的外交會造成一定的衝擊 我想這是部分年輕外交官 一個晚上的反應 您看那個在此地駐紮的張大同公司 他就講了 他跟中央社特別發表談話 說我們在華府的這個辦事處 我們華府的這個主要的外交官 整個家東火通明 大家工作熱忱非常的高 所以他這個其實在美國 尤其在美國 他並不是美國的跟中華民國外交的出境 那大家的這個情緒 熱情當然非常高 而且不需要在惡性的競爭的話 大家可以鞏固 譬如南美的班交 非洲的邦交 所以這是兩岸的修兵 外交的共生共榮 所以我個人認為少數外交 年輕的外交官 他經過一晚上的錯了之後 我想第二天他會打起精神做事的 好的 現在我們跟台北連線 好像也恢復了 我想要把在最後的時間 大概兩分鐘左右 在台北的主持人葉博弈 也請丁樹泛教授 能夠做個簡單的總結 博弈丁教授 是 好 請丁樹泛教授 為我們最後做一個經驗 我想其實 馬仁宏提出所 外交秀兵 活路外交其實是蠻大膽的一個做法 因為跟過去 從1993年以來 其實是蠻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 在這裡面 當然對於馬總統個人有風險 對台灣整個的外交 其實也是有風險的 那麼既然是這樣 我也就是說 反正至少這四年是馬總統執政的時間 那麼他可以去嘗試 那麼在這種 就像我剛講就是說 未來兩三年 其實是蠻好的機會 那麼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北京領導人能夠掌握這有效的機會 有效的時間 那麼也做出一些這個適當的回應 那麼否則的話 我想可能就是到2012年 那麼可能會是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又蠻難講的 所以基本上我想就是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 它是一個蠻大膽的一個一個做法 可是我希望這個北京領導人能夠做出一個相當的回應 那麼也希望這個能夠樂見到兩岸能夠有更和平的發展 好的 非常謝謝丁舒范 丁教授 那麼最後30秒 想請吳何一博士再做個簡單的總結 好 我們談了今天最大的目的 兩岸關係最大的目的是維持和平 避免戰爭 那麼如何能夠維持和平 避免戰爭 最重要的就是兩岸在外交各方面要修兵 但是外交其他方面共生共榮 所以這樣下去呢 我想是所有兩岸老百姓所樂見的 好的 非常謝謝吳何一博士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由於時間的關係 今天的海峽論壇就為您進行到這裡 再次感謝吳何一博士 丁舒范教授 以及聽眾觀眾朋友們您的參與 提醒您嘉賓和聽眾觀眾發表的是他們的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另外呢 今天來不及參與我們討論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如果您對兩岸關係或本節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歡迎您寄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參與市登陸美國之音網站及發送電郵的具體方式 美國之音中文部網址 重複一次網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為您播送到這裡 我是凡東寧 請代表美國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與我一塊主持的中廣新聞網 葉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們下周節目同一時間 再會了 吳博士 謝謝您